老伯 老伯 你好 这什么中午吧 爹就在乡里吃一口 就不回家吃了啊 不用你给我买单 你给我买什么单 爸刚卖了三千块钱的小鸡 三千块钱刚进那 爸自己买单 自管在乡里吃口饭 苏格兰调情 二步 哎 怎么就这么远熟你 这个店 快抱你 见我一见 你这孩子怎么一惊一乍的你 大爷对不起 这是我饭店的口号 给你吓着了 哎呦天呐 哎 哎 你是不是星光大道那个小子呀 是我 哎呦我天 我老孙子呢 老喜欢你了 没事就模仿你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孙子 哎呦我天 给你闹玩的 哎 算吧啊 苏格兰 听说苏格兰打卤面好吃 那卤不花钱给我来两碗 哎呀 那卤老咸了 你都这色的 你还敢喝吗 哦那卤跟我套赛呀 哈哈哈哈 来碗面 来碗面 有点点吃 有点吃啊 嗯 但大爷吃可是吃 我求你个事 你别吵着巴火了行吗 里边有领导吃饭的 新来的乡长 在咱们吃饭的 新来的乡长吃饭了 人呐 哎 干啥呀 我去看看你 你把乡长吓着呢 快 没事 怎么的 原来的那个下去了 下去了 那新来的就把他罩上了 可上时了 但是我跟你说 你不知道 我跟你说啊 嗯 就咱们原来的乡长 你知道吗 嗯 原来的乡长嘛 就老来我这吃饭 我跟你说 老包肠呢 嘿 主要是哈 吃完饭还不给钱呢 哎呀妈 我那老多单子了 我也不知道找谁要去 我现在饭店最好的海鲜就是海带 别放了 大爷太大了 香港的单我买 你拉到呗 你能买什么单呢 老多钱了你 你是不是想不起我啊 你看大村那些人也想想不起我啊 我告诉你啊 我在我们村里哈 是养鸡大 我养了一万七千多只鸡 撑起了我们村里的GDP 大爷不大钱 是吗 嗯 别问那么多了 抓紧把单卖 大爷你因为啥买单呢 来 嗯 点你一下 点一下 为啥买单你 因为我儿子清流感吧 在下面工作 哎呦 啊你给你儿子铺路 买个好 买对的 快点 来 哎 我没有现金能刷卡不 啥都能有啊 你就给你 有泡鸡没 有 刷卡 大爷 你要听孩子话你就被养鸡了 你就养猴就得了 养猴关键不卖钱 以前养过俩 我一手欠一个给市场那么一顿啊 别人都买我不买猴 大爷不就是聚严啊 有什么问题 大爷你看一下 大爷 大爷不用看你就抓紧算 大爷不差钱 好 那我刷了啊 快点的 刷了 好 OK 那你枪子 不起眼了 你非常没有用 大爷对不起嘞 咋的 还有二百块钱啤酒钱没算 你一早整齐了 你快点我着急 鱼额不足啊 不可能 我卖小钱三千块钱钢唇里 是 刚才刷了两千九 刚才 两千九 我对有那么多吗 来来续续多少人呢 还有那么多吗 我就以为三超五百 两千九呢 两千九 那你不早告诉我呢 我告诉你也不听啊 给你看你也不看 那你不会让我硬看吗 我跟你说大爷 你这事买完了 你要不买单的话 我都不能跟你说这些事 知道吗 还有啥事啊 还有啥事 那老邪乎了 我就在本单告诉你啊 原来那乡长 就因为大吃大喝 让人给举报了 现在八项规定 规定多明白啊 你还敢给你儿铺路 你还敢单子 整不好你儿子 一车都跟他走了 这跟不完了吗 GDP都握灶了 哪怕给我留个屁也行呢 这不是什么大事吗 这什么 说什么样啊 不是啊 听大爷跟你说 大爷现在吧 有点醒悟了 这事大爷办错了 我现在后悔了 来你把那钱给我退回来 不行 不买了 那不可能 大爷后悔了 我没后悔 我的发生就要黄了 好像是没钱 我能不能退呢 那你不退不行啊 大爷犯错了 你犯错了 我也没想求你买单 你自愿的 那约谁 对 那还哪这样呢 那我怎么样啊 你就不给了呗 我能 刷卡啊 那个 给我看看单 我怎么买个单 一共三千一 您是刷卡还是现金 还是签单 现金 现金 我真想刷卡 刷卡呀 抛机坏了 没这没这没这 我这有现金 也差不多能够 小长你 你你你你现钱数啊 啊对啊 你查查够不 真给啊 啊 你不签单吗 不签单 妈 小长咋给钱了呢 不可能的事啊 你都签单呢 钱呢 你拿来 你这 你们啥呀 当天那单我不买 后悔了吗 正好 乡长啊 截的是现金 你把现金返给我 咱俩会就两千了吗 这个钱乡长自己掏钱买的 你那个是给上一位乡长买的 我什么时候说给上一位乡长买单了 你不是说替我单着吗 我替你单的是这位乡长 上一位乡长该我什么事啊 我是说你给哪个相当吗 你干嘛呀你啊这孩子 这孩子 你干嘛呀你这孩子 你咋啦 你要干啥这孩子 哎呀你说 你记住你给我多少馅儿的吗 我都是点你 你给我整个事我干嘛 咋呀 说我猴是吧 你送给我 带我送给你行 但是你别动 我不动 不可能 嗯 你动不动是王子 好 这老头你真不讲理呀 谁不讲理 好 我找奖礼去 找奖礼去 我找相当国评理去 相当啊 相当啊 快来呀 你的相片要赢欺负了 大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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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你快起来大爷 快来呀 大爷你快起来你怎么了 你快起来说话 为我做主啊 你放心我给你做主 你快起来来 哎呀 哎呀 大爷你怎么的了 咋回事呢 你起来 我就 咋回事呢 叔叔包 你刚才吃饭的单包 我给买完了 买完之后呢 你又出来又买一下的 咱俩叔现在买虫了 大爷你别着急啊 我怎么听我吃饭的单 你给我买了 嗯 我们好像也不认识 你怎么给我买单呢 哎呀 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 咋回事呢 你看我儿子不叫勤溜杆吗 他在乡里头上班 正好啊 我听说来个新乡长 正好今天上这吃饭呢 就遇到你在这吃饭了 我先把单给你买了 买个好 我儿子以后工作还能好干点 后来我醒悟了 这哪是人干的事啊 这不是多大的错误啊 这算了 我不应该呀 你躲了 所以呢 我就后悔了 我让这孩子把钱退 这孩子不给我退 这时候你出来买单 正好是现金 对吧 我先把你的现金我拿过来 俺俩受不了清了 嗯 这孩子说你的单 是你买你自己的单 我那单是买上一顿香达的单 那上一顿香达干我什么 在这呢 他干我钱呢 干你钱我 你管我要什么钱呢 你说明白了吗 大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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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 大爷别急别急啊 大爷别急 大爷 你还要讹谁啊 大爷 你没事吧 没事吧 我就是气形大 没事没事 大爷你别急啊 好了好了 我听明白了 你坐歇会儿 小伙子 上一任乡长欠你钱 那是他的不对 我们调查清楚之后 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 但是今天大爷这单 你应该 退给他 凭啥呀乡长呢 凭什么呢 凭你是乡长说话好使吗 我跟你说乡长 我是一个小老百姓 这饭店赔到赔黄了 我上哪儿要钱去 你也是 刚上任第二天 领一帮人来吃饭了 你也快啊 不好意思 打你个大嘴巴 你会不会出话呢 你一条回合你 你够呛 我跟你说 这孩子越来越胜了 没事 小伙子 你是不是认为我大吃大喝呢 那你还小吃小喝呢吗 那我请的谁你知道吗 我今天请的这些人 是我们乡敬老院的孤瓜老人 过年了 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 请他们吃顿饭 陪他们聊聊天 他们别看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他们是最需要关爱的人 放心吧 我花的每一分钱 都是我自己兜里的 好 我的兜 没事的 小伙子把钱退给他 好 我再陪大爷浪伙 慢慢使啊 没事没事 阿门给你添麻烦了啊 没事 阿门不省心了啊 让你跟他操心了 小长真是好样的 小长真没想到 领导真的这样 这领导 真的这样领导 哎 你这是啥呀 没事啊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爸给你啊 能不给你吗 钱呢 你要不提我都忘了 拿着吧 好 是 哈哈哈 看完了过瘾不 看完了还想看 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TV19986 每天最好的信息都在这里 东北小品大联欢 关注微信号 TV19986 小品大联欢 小品大联欢 小品大联欢